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呐 你得结成来呀 还来呀 你们净合伙欺负我 没了 老让我当狼 这把我不干了 要不然咱们重新玩 你滚你玩你滚蛋 赶上谁是谁 你别老涮我一个人 整整整 那赶紧吧 你再磨蹭我一会儿跟这打伤克铃呢 你不跟你说了吗 我这憋人尿呢 等会等会 哎呀 整 等会等会就等会啊 等会 等会我也照样有办法让你当狼 嘿 等着吧你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节目开头给您来的段模仿秀 学的也不是别人 学的是我们小时候那课间休息的时候啊 那小孩互相呢 约着玩这个游戏 叫三个字 哎 这三个字这种游戏啊 你要往根上抖 四百多年以前 明朝那会儿北京小孩叫人玩这个 啊 他们那时候叫官兵打贼 我小时候呢 这游戏叫警察逮小偷 也有的呢 叫老猫逮耗子的 那么现在的小孩呢 好像是叫老狼开饭 啊 就还木头人 哎 甭管那名怎么变吧 真正玩起来那原理都差不多 还是那么个原理啊 全是好些人跑 一个人逮 是吧 玩这游戏的小孩呢 先得找一块宽敞啊 不碍事的地方 然后拿粉笔头呢 实在找不着粉笔头吧 随便捡一块碎的红砖头也成 在地上画这么一大圆圈 哎 这个地方呢 叫家 啊 玩的时候呢 一帮负责当羊的小孩站在这圈里边 眼狼的这倒霉袋呢 必须拉开一定的距离 背对着他们啊 当羊的小孩站在圈里拍着巴掌 有节奏的这么喊 啊 老狼老狼几点了 眼狼那哥们呢 也得有问有答 给个回话 啊 老狼老狼九点了 圈里这小孩听他这么一说 就得从圈这头往外走九步 当然了 这九步 具体朝着哪方向走 这可以自己定 没限制 不过一般的小孩思维方式呢 都是朝离狼最远的那方向走 啊 他觉得这么走安全 保险 圈里的小孩都走出去九步了 这时候啊 啊 大伙就可以拍着巴掌再问 老狼老狼几点了 眼狼那哥们呢 颠颠着再说一数 那比如说三点了 啊 当羊的这帮小孩呢 就自己挑着方向再走三步 两边这么问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的 无限循环 折腾几个来回 一帮小孩拍着巴掌再问 老狼老狼几点了 这狼呢 觉得距离差不多了 羊的警惕性也放松了 口风可就变了 啊 冷不防的扯着脖子 这么一吆喝 老狼老狼开饭了 再不就是老狼老狼十二点了 喊完这声以后呢 猛的一个转身 两只眼的来回一学马 判断一下哪只羊 离自个儿最近最好逮 然后撒丫子就朝他冲过去 眼羊的这帮小孩呢 哎 字儿八乱叫 啊 脸跑带笑 就开始朝刚才画那圆圈里头跑 按规矩啊 凡是跑回这圈里的羊 那就算是回家了 狼也就不能再逮了 所以眼狼的这哥们呢 就得拐弯抹角的追着羊跑 不让他回家 还得想办法逮着一个 啊 让狼逮着的这只羊 到了下一局 他就成了狼了 接茬还得再追着别人跑 有的小孩呢 让狼追的没辙了 进了死胡同了 再不就是实在跑不动了 眼瞅着快让人家逮着了 还可以采取这么一个补救措施 什么措施呢 就是突然原地站住不动了 喊三个字 这哥们只要能在狼的那个手 碰着自己之前 把这三个字喊出来 对方就不能再逮他了 也就只能再换个目标 重新再来 那位问了 喊三个字 喊的到底哪三个字呢 我跟您说啊 这事还真没有特别硬性的规定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直接喊这三个字 啊 您要是多玩点花样出来也没关系啊 试三个字就成 有的小孩呢 尤其小男孩 钻这空子 嘴上他就没把门的了 专门跟一七折 发花折声找字眼 眼狼这哥们呢 跟人家屁股后子追了半天 累一贼死 临了临了还得挨具窝心吧 那只能是甘瞪眼听着 不能急也不能脑啊 还不能还嘴 你再怎么说 人家是按照游戏规则来的 在程序上人家没毛病啊 是吧 那么大伙这嘴上全没有把门的了 眼狼这位跑腿受累还得挨骂 真要是让人家逮着以后 再当 那也就认赌服输了 关键是开场的头一个狼 怎么挑 它是个问题 是吧 没人愿意主动站出来 说说我当狼 没有 一般的办法呢 就是孩子头 直接指定这帮孩子里边啊 找那最没气没当的 在小孩当中最没地位的 老爱别人欺负那位啊 反正愿意不愿意 好赖就是你了 你也没脾气 玩嘛 对吧 那要是这帮孩子全部好惹 没有一个擅茬 啊 孩子头这微信也小点 啊 谁也捂着不住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是装概率 啊 赶上谁试谁 最简单的法子就是几个人围成一圈 手心手背 普通的手心手背 是为了把一拨人分成两拨 大伙再按流程走那么两三次 两边的人数大概其差不多就都成了 三个字儿呢 呃 是要从好些人里边单挑出一个人来 啊 您比如说总共六个人吧 那必须得是五个人出手心 一个人出手背 啊 或者说五个人出手背 一个人出手心 才能有最后的结果 所以这手心手背的流程走起来相对就麻烦一点 啊 只能是多走几轮 是吧 小孩一起往外出手的时候 嘴里的话也不一样 啊 他是这么说的 单杯我吃蜜 单杯我倒霉 这么说 比这法子再简单点呢 就是几个孩子站成一排 孩子头站在他们对面 按人头数 啊 泥锅泥碗泥滚蛋 泥锅泥碗泥滚蛋 大伙呢 提前定好了规矩 挨个儿数 啊 这连着数几轮 这滚蛋的这个蛋子最后落在谁头上 谁就自认倒霉 出来当狼 只不过这法子呢 跟手心手背比起来 稍微的有那么点偷手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每次玩这三个字的时候啊 小孩的人数是定的 泥锅泥碗泥滚蛋 这句话总共七个字 这也是定的 孩子头呢 要是诚心使坏 想让谁当狼 只要把这两个数提前算计好了 那就准备跑了 我觉得咱们玩一个小游戏 儿时的小游戏 就泥锅泥碗泥滚蛋 很好 泥锅泥碗泥滚蛋 那泥锅泥碗泥滚蛋的这泥锅泥碗 本身也是我们小时候的一种玩意儿 玩的这东西啊 最好是夏天 连这下好几天大雨 街舞邻居那房顶子都漏了 再不就是后山墙都塌了 天晴了以后呢 管票派工人过了修房 那为什么非盼着修房呢 你家 做泥锅泥碗离不开浇泥 农村的小孩出了门 哪哪都是土 想弄点浇泥玩 那是特别方便 要多少有多少 城里的孩子那一出门 大街都是百游马路啊 是吧 胡同里院子里也全洋灰地 水泥地 顶到头了房前屋后 鸡脚干篮有点土地 那土还挺脏 年性还差 就算是活成了泥 也捏不出来个样来 非得是谁家房子出毛病了 管票拉过来一堆沙子 为了掺上杨灰 活泥修房 啊 现在咱们家这个装修用的沙子 全是提前筛干净了的 一袋一袋的是吧 倒出来就能用 以前那沙子都是直接从河里拉过来的 里头还有那个小贝壳啊 五颜六色的小石头籽啊 其中就还有一团一团的那个胶泥 干活的时候呢 工人师傅把这个 那种木头矿的大筛子架上 手里露着大铁锹 哗啦哗啦一敲一敲的筛沙子 那么住那片的小孩呢 得着信以后 全都屁单屁单的跑过来 围着沙子堆 捡贝壳啊 捡石头啊 还捡这浇泥 浇泥捡回来以后呢 必须重新加水 把它给浸透了 弄软和了才能玩呢 要是跟大街上玩呢 实在找不着水管子 那也没关系 咱们自带的不就有热水吗 是吧 脱了裤子 小孩们 网上一浇 那就算齐活了 水量要是不够的话呢 还可以再接着来一孩子 是吧 多能够了 多能算 所以你看北京老爷们 跟别人介绍自己 关系最近的铁哥们的时候 都得这么说 啊 这 瓷器 发小 啊 打一块小时候撒尿活泥的交情 啊 这这我负责撒 他负责活啊 那么加了水的这浇泥呢 还得再找块硬的水泥地面 啊 在上面使劲摔 来回揉 手法就跟包饺子 和面差不多 那浇泥嘛 越揉越有劲 越揉 粘性越大 揉到了火候 啊 那粘性够了 小孩就从自己揉的那团浇泥上 揪下这么一小块来 搁到手心里头 连捏带揉 啊 转着圈的捏 捏出了一个小泥碗的 那么个形状 然后几个人站成一圈 把手里那小泥碗挨个往地面上摔 北京小孩管这种玩法啊 叫摔泥泡 轮着谁摔的时候 先得把这泥碗举到嘴边上 扑扑 往里边吹两口气 啊 为的是让他多兜上点气 最后摔出来那声大 还脆 吹完了这两口气 摔泥泡的这小孩站在原地啊 稳稳心身 两条腿和腰全都叫上劲了 拧着眉瞪着眼 拿着泥碗 那条胳膊卯足了劲 朝后这么一抡 这条胳膊朝后 朝上 转着圈的抡啊 抡着这个肩膀的最高点 嗯 再朝前朝下这么抡 抡抡抡抡 一直抡着小孩觉得高度差不多了 这才玩命的啊 吆喝两声 响 响 走你 这声走你喊出来 你玩跟着也就出手了 碗口朝下 带着小孩全身的劲 挂着风声 兜着一股的气 猛的往地面上这么一接触 哎 这么个结果眼上 要是用摄像机拍个慢镜头 您就能看出来 碗口的那地方碰着地面以后啊 当时就停住不动了 碗底的那部分呢 它是软的呀 借着惯性 还得一点一点的往下走 那么泥碗里的那点气呢 让碗底啊 越压越小 越压越小 压的一定程度 气压到极限了 再也压不动了 哎 这时候就跟火山爆发似的 突然往上这么一弹 然后啪的一声 炸出了一大花 最近这十来年 老百姓这卫生意识也提高了啊 市面上好玩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大街上轻易的也就看不见小孩摔着泥泡了 可是呢 有好多年轻人呢 赶时髦 花钱搭工夫 出去玩这陶艺去 自己捏个什么瓶瓶罐罐什么的 啊还得涂上色 画上花 专门送到窑里烧 烧出来以后呢 摆在家里头啊 对谁给谁显摆 告诉人家说 这这这我自个做的啊 这这我自个烧的 你还觉得挺上档次 挺有文化 直到六十年代以前 北京小孩撒尿活泥 也有这么一种讲文化的玩法 叫做磕泥泼泼 这种玩法呢 自己就不行了 啊 必须得等那种推车挑戴的 走街穿巷 老大爷 一边走一边吆喝 那个换模啊 换模啊 啊 破步头烂直啊 换模来啊 胡同里的小孩呢 听见这种吆喝 哎 就从家里跑出来 颠颠的跟着老大爷屁股后头 拍着小手啊 一边跑一边唱啊 泥泼泼捏泥人 老头喝酒不让人 你拨泼泼泼人 老头喝酒不让人 咱们给他送口溜 老大爷呢 换的那个模啊 指的就是一种逃土烧出来的模子 形状呢是圆的 口径呢跟这普通喝水的杯子差不多 外边光滚溜溜的 什么都没有 里边刻的有好些个花纹 那么这种模子呢 档次低的就是单片的 档次高的呢 就是一对 两片 合在一起 颜色合分 小孩拿着家里的那个破鞋烂袜子 从老大爷手里把这模子换回去 就跟中秋节打月饼似的 弄点胶泥搁在里边 塞满了 摁结实了 然后轻轻的磕两下 把它磕出来 就是一个单面带花 或者双面带花的泥泊泊 那时候家家户户 冬天都生风光没炉子呀 有的心灵手巧的小孩 把这磕出来的泥泊泊 放在不见阳光的地方 阴干 您注意啊 一定得是阴干 太阳光直晒的话 它就该裂了 两码事啊 同性各宗 人家最早是靠做区区挂起的家 后来力滚力 本钱越来越大 这才开始大批量的捏泥人 捏烟斗 也做各种不值钱的这些小玩意儿 那么一说泥人 最喜欢听象的朋友呢 这个马上就能想到可能就是阴历四月初八 群庙封山 找老娘娘拴娃娃 听了这么多年拴娃娃 您知道这风俗到底是怎么来的吗 这事您要想掰着清楚了 咱们这根啊 敌王八百多年以前 宋朝那会儿到 宋朝前面那是唐朝 唐朝人普遍都信佛呀 连着信了两百多年的佛 这根到了宋朝 就算彻底炸下来了 您再想挖都挖不掉了 宋朝人信了那么多年的佛 越咱们这姿务越觉得不对劲 为什么不对劲呢 中学历史课您都学过 释迦摩尼佛啊 这佛祖啊 出家以前是古印度的王子 跟唐僧不一样啊 唐僧这是打烙草就开始当和尚 庙里生庙里长胎里素 一辈子没结过婚 没媳妇 那么释迦摩尼呢 其实是半路出家 原先有媳妇 他出家以后 媳妇干嘛去了呢 有的宋朝人号较真 就开始翻这佛经查 一本一本查 最后在这个 五百弟子本启经里边 查着这么一句话 说佛祖出家六年以后 媳妇又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 那位就问了 出家都六年了 媳妇怎么给生的儿子呢 哎 这事佛经里也有解释 大概意思就是说 佛的儿子呀 叫摩侯罗 他不是一般人 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呢 就有好多妖魔鬼怪憋着害他 最后愣把这孩子 堵在窝里出不来 耽误了六年 宋朝好多没小孩的两口子呀 听说这事以后 好家 那算找着前进的方向了 佛也出家六年了 还能生大胖小子 这法力无边呀 这得多强啊 那我们就甭慎着了 赶紧拜吧 啊 这两年好多年轻人都讲究什么 英律七十初七呀 过七夕节 还管他叫中国的情人节 宋朝的大姑娘小媳妇呢 过七夕也有个保留节目 什么节目呢 就是去庙里头烧香磕头 请这么一个小泥人 也就是这个摩侯罗的塑像回家 人家觉得这么着的话呢 往后能够多死多孙 多生儿子 中国老百姓拴娃娃这股份 打根声说 其实就是从这儿刮起来的 之前的节目咱们也聊过啊 老天经人最讲的就拴娃娃 从庙里头 把那小泥人请回家以后 还这个当祖宗供着 没留谁 稍微有个闪失 有个磕方 家里的那就得出莫菇 清朝乾隆年间有个叫原木的大学文人 写了本扯闲门的书 叫子不语 书里有这么个小故事 说是原木年轻 那会儿有个好哥们 北京生北京长 家里是内务府的 在骑 叫什么呢 叫凯音部 大伙都管的叫凯德哥 话说有这么一年啊 南京那边开秋围 考举人 原木呢 和凯德哥一块分在考场里头 当兼考老师给判卷子 考试这种事都是学生紧张 是吧 老师放松 随便跟教室里溜达两圈 盯着学生别作弊 别打小抄 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是吧 这原木和凯德哥呢 端着大半缸子 往考场上这么一坐 看着好些秀才打卷子 做着工夫大了呢 就脚着腰酸腿疼 就愿意起来活动活动 找个不碍事的地方 搁俩聊会儿天 结结闷 是吧 这俩人跟考场里呢 先说海后说山 说完大塔说旗杆 冬就长西就短 撒哈木之眼 喝 海子成温落得像 那就一个聊 聊来聊去 这凯德哥八成是聊的有点渴了 端起这大半缸子 打开盖 扑扑轻轻吹了两下浮沫 是吧 嘴唇贴着碗盐 吸了一口茶水 袁木呢 跟旁边站着 自觉不自觉的瞧着他 冷不听的就问了这么一句 哎 我说大哥 这么些年了 我也没留神 您这左手怎么没有小母哥啊 这凯德哥呢 咱们的嘴里这口茶水 来回倒了几个表 在嘴里咽下去以后 这才长出一口气 不紧不慢的 就讲起来了 哎 这事啊 小孩没娘 说来话长 啊 兄弟你要是不问啊 我都懒得跟你说 这不是我爹妈年轻那会儿吗 家里头才其人不齐 见天想儿子 盼儿子 有一天后面啊 我们家老爷子起夜上茅房 黑灯瞎火的走到院子里头 盈盈抄抄的 瞧那树底戳着个人 这人呢身上还挺高 用咱北京话说啊 那是鹅高鹅高的 深更半夜院子里 戳这么一位 老爷子也不敢进前啊 那马杆打狼两头害怕 离着老远 处着灿灿的 带着颤衣 就问了一句 谁呀 你谁呀 这句话刚问出来 再看树底那位 噗 就缩下去一股劲 呦 老爷子喊喊呼呼呼 又问了这么一句 他又说一截 再问一句 噗 他就再说一截 问来问去 老爷子没这耐心玩了 胆子呢 也比刚才大了 扯着脖子 吆喝了这么一声 你到底谁呀 赶紧走 我是这院子的门主 啊 户户本第一片 这地方只有一个 说了算的 不是你走 就是我走 我肯定是不能走啊 你别找不自在 麻烈的赶紧走 不走是吧 那我可数数了啊 咱们让老天爷定 轮着谁 就是谁滚蛋 我数了啊 你管你玩 你滚 哎不对呀 这怎么数我自个儿 这边来了 啊 这这这 这把不算 啊 咱们从头数 三军两胜 你滚你玩 你滚蛋 你滚 你看 全是你是吧 这可是老天爷定的 不来我啊 你赶紧滚蛋吧 这套话说出来 树底爷那位 扑扑扑 一个劲往下缩 可就是戳那不动 老爷子最后真急眼了 你还不走是吧 再不走 再不 我可抄家伙了啊 他说我爹说完这两句话 肚子里边那泡尿 也顾不上仨了 回过身去 腾腾腾 几步跑回屋里 苍郎郎 拽出平时防身用的那宝剑 扭头就杀回来了 可是等他再跑到树底去 您看怎么着 这袁木听这哥们讲故事 听到这警官接药的地方 肯定得捧着点聊啊 赶紧接了个下茬 哦 那后来怎么着了 啊 您给我好好说说 这凯子哥不紧不慢 把这大板钢子又抄起来了 啊 吹了两下沫 吸了口茶水 嗨 还能怎么着呀 啊 戳着那位 不知道哪去了 树底晃晃乎乎啊 有个黑疙瘩 老爷子拿宝剑这尖啊 试探着剥了了两下啊 原来是个小泥人 转过天来 我奶奶知道这事了 告诉他们说 啊 这是老天爷赐给咱们家的子孙 这不能万代 必须搁着祖先堂里供起来 我爹的孝顺呢 老家既然都发话了呢 也只能照办啊 后来也不知道是哪顿饭吃对付了 还是这玩意确实有灵气 老两口真的就把我给生下来了 我爹当初拿宝剑布了那小人的时候 没留神 碰掉了他左手的一小母哥 所以我天生就少了这么个手指头 哭 哥俩这么一顿海聊聊痛快了 哈哈一乐 各忙各的去了 没想到啊 多少天以后 这考官们坐在屋子里头 正忙着盼卷子呢 给秀的打分呢 这凯的哥 没头没脑 嗷的这么怪叫一声 扑 一口鲜血 喷的眼泉这卷子上 俩眼一闭 往后一仰 当时呢 叫气绝身亡 屋里的人七手八脚 赶紧把他抬到空地上 头脚撂平了 啊 牙门里的五座得着信了以后 赶紧过来验尸 一脱衣裳 才发现这哥们后背从上到下长了三个顽口大的这个搭背窗 烂的地方啊 已经能看见里边的五脏六腑了 哎呦 这俗话说的好 人吃五骨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呀 得了这个搭背窗 就说清新点 少见点 那也还是在情理之中 所以这个事呢 也就过去了 啊 这大伙呢 也没太往心里去 只有这个原木 觉得不老人 特意找了条船 走大运河 把这好哥们这棺材送回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呢 这凯德哥家里人啊 是千万万谢 原木趁着这热乎劲 就跟他们提出来 说说这人死了 那就是死了 啊 一了百了了 你们呢 也甭推难过了 我们哥俩好了一场 是吧 实在是没好够呢 要不这么着吧 呃 最后让我去你们家这祖先堂 瞧一眼那小泥人 亲手给老大哥上炷香 您叫怎么样 家属一听他这么说呢 肯定不能拦着呀 十七八口的人 众星捧月似的 簇拥着这原木 是吧 走到这个祠堂门口 咣当一推门 这哥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抬头朝供桌上这么瞧 哎呦 当时叫了这么一声 可就定在那了 体似拆康 多得成一个了 众人顺着他这眼光看过去 感情啊 是那些日子呀 雨大 祖先堂的房顶上漏水了 没来得及修 老往下渗雨水 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寸 有三滴雨水呀 不歪不斜 正好掉在那小泥人的后背上 阴出来这么三个小坑 对了 我这算讲了个故事 是吧 故事讲在这呢 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咱们要想接着听啊 咱们就下回再聊 好不好 今儿就到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